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hostbuster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Masterpiece MP48 Lio Convoy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的正面有Lio Convoy人型以及獸型的商品圖 編號MP48Lio Convoy Lio應該就是翻字於外文Lion 側面有一個獸型的圖片你看到盒子的後面折到它的商品圖 人型、獸型以及一些武器配件機關互動的情況 另外一面還有一個人型的圖片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那這款玩具有附帶 一個特點 特點跟之前幾款的都是一樣它是一個別針 然後裡面呢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金屬製的 這一個我沒有打開來它裡面有Lio Convoy頭雕的一個刻畫 這個東西不錯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你可以把它別在你的標標上面 拿標標換標標 接著它還有附帶一張 說明書 說明書是一張的 打開來有彩色的印刷 背面呢則是變形步驟的說明 但是這個圖案非常的小 看不清楚你根本看不懂它在寫什麼東西 它丟到旁邊去了 然後還有一張人物卡 這個也是我買這款玩具的其中一個原因 正面有人型的插畫背面呢則是能力值的部份 配件方面有附帶 一把槍 這個槍呢長的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然後還有附帶 子彈 灰色的子彈有四個 然後有兩個是紅色的 這個東西呢可以插在它身上有一些槍管 但是這些槍管並不是真的能發射子彈 就是裝飾用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收藏子彈的東西它可以讓人物握在手上 獸型之下是沒有任何收納的位置 這個東西把它丟到旁邊去 這一款Lio Convoy也就是俗稱的獅王柯伯文 獸型之下是一頭白色的獅子 嗯真的是一頭獅子 那在動畫中它的獅子形態是比較寫實的 而玩具在獸型之下算是相對較弱的一個形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獅頭 獅頭它比較偏向動漫的風格 眼睛鼻子嘴巴都是有塗裝的 那這個嘴巴是可以打開來的但是它不是從下面它是從上面這樣子 把它稍微的往上掰 不過這邊會出現一些縫隙 然後在棕毛的部份呢這個都是可以活動的 上面這一塊它有一個機關在這邊 然後這塊它比較容易掉它是這樣子扣上去 就這邊有一個香菇扣 要把這個機關打開來的話 要把這個中毛呢把它旋轉180度 這邊有一小塊東西 稍微把它避開來把它移到後面去 然後把它轉180度 這邊有一塊部件可以打開來這邊就有槍管可以翻出來 然後配合剛才這個紅色的子彈 你是可以把它安裝在這個槍管上面 就直接的把它督進去但是它沒有發射的功能就是一個裝飾的功能 動畫裡面也是有這樣子的武器那兩邊都有 兩邊都可以把它翻出來像這個樣子 這個也是獸型之下的一個小小的機關 然後說到機關在旁邊這個中毛它也是可以把它往前掰 這邊有一個槍管 這個槍管就是安裝這個灰色的子彈 兩邊都有我示範一邊就好了 那所以說在這個獅子型態之下你就可以這樣子去攻擊狂派 啾啾啾啾啾啾 這個東西說真的我不是非常的在意 把這個東西拔起來丟到旁邊去 接下來看到它的四肢前肢的部份它長得就是這樣子 這邊也是有一個暗器 就這個東西它是可以翻出來的 然後在可動性方面這個齒輪關節可以旋轉 然後這邊下面這邊也是一個齒輪關節 腳掌的部份它有接地喔 接下來看到側面這邊看起來就比較破碎 有許多的面板還有機器人的部件在這邊呈現出來 翻到底部來看也有一些手部的零件在這邊 後腳的部份則是機器人真實的腳部 那這邊有個尾巴是可以活動的 這邊有兩個關節你可以做一些POSE的擺放 腳的可動性的話這邊是可以旋轉 然後這邊膝蓋它是一個雙關節很緊 下面這邊也是可以旋轉 然後它也是有一個齒輪關節 接地也是有的但是這個接地也是非常的緊喔 很舒服 那在這個壽型之下呢我個人覺得表現的就是普通啦 算是相對較弱的一個形態喔 分割線比較多 然後它也沒有把動畫裡面那種寫實風格表現出來 不過在這個形態之下呢還是有一點蠻好玩的 就是說它這個獅子如果看到狂派比如說這邊有一個狂派來了 啊然後就嚇到了然後就把尾巴夾到兩腿中間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哇這個就糟糕了喔 變成這樣子之後就換狂派 哇跑走這樣子 所以千萬不要隨便把尾巴夾在兩腿中間喔 大小比例方面首先我們先拿出第一集的獅王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兩者比較之下 Masterpiece的壽型還是表現的比較優秀 那這款玩具呢出了非常非常的久了喔 基本上已經有十年以上了吧 實際的年份我不是太確定 那這個獅子形態呢看起來就是還蠻變扭的啦 不過這個玩具算是非常久之前了 那之前還有一個獅王更大隻一點 那一隻我沒有收所以沒有辦法擺在一起給各位展示 擺在一起看起來還是蠻可愛的啦齁 一個爸爸帶著一個兒子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猩猩柯博文出來比較一下 那這兩個角色都是源自於Beast Wars這部動畫 以順序來說它是先以這個猩猩的形態 後面這個劇情在演變變到這個獅子那動畫我沒有追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光以這兩隻的動物形態來講的話我覺得這個猩猩的表現還是比較好一點喔 除了後面這邊有些機器人的部件 其餘的來說呢這個猩猩形態看起來也是比較寫實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從獅型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它這個獅頭喔 把這個獅頭先打開來這邊有一塊部件比較容易遺漏 要把它往後搬然後把它打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塊推到後面去把它打開然後這個東西就掉了 這個東西還蠻容易掉的 接下來把上面這塊東西呢利用它的雙關節把它移到後面去 然後也是把它抬起來 接下來把這整個獅頭把它往上抬一點 然後把上面這個翻上去嘴巴把它往上翻 要把下面這一片整個穿到這個洞裡面去 稍微調整一下位置把它穿過去 穿過去之後呢就會像這個樣子 然後再利用這邊有一個關節把它旋轉180度 把一些部件稍微調整一下旋轉個180度 下面這片東西再把它旋轉180度 接下來把這個下面的嘴巴把它翻下來 然後這邊有一塊部件要把它蓋到這個地方去 再把這個獅子的嘴巴往下壓把它壓到底的話它這個東西會扣住的 那暫時先擺這樣子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尾巴這塊東西 這邊有一個卡扣已經鬆開了這裡面有個凸 然後要把這塊東西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把這塊東西把它往上翻起來 這塊東西要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再把這塊塞到這個裡面去做一個折疊 把它扣起來 尾巴的部份呢也是一樣把它收進去 那暫時這樣子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先來變這個腳好了 腳比較簡單 腳就是把這個雙關節把它打直 腳底板翻出來它有兩層把這個翻出來 再把下面這塊旋轉180度 上面這邊也要旋轉180度 基本上一隻腳非常簡單的就完成了齁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腳打直 後腳跟把它翻出來旋轉180度 上面這邊也要把它旋轉180度 那它的一雙腳基本上就完成了 接下來它的一雙手就是收納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兩個卡扣要把它鬆開來 那這個卡扣呢比較容易掉漆 上面會有一些殘留的漆在把玩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還有這塊東西呢看起來也比較脆弱一點 接下來在側面兩邊側面都有一個卡扣把這個卡扣給鬆開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在手這邊呢這邊還有一個卡扣 這個比較看不到要把它往下的掰下來 這邊有個凸 扣到裡面去的 把它都鬆開之後就可以把這個手 把它抽到外面來 像這樣子把它往外翻出來 躲過這個部件 然後把它調整一下位置 讓這個東西呢盡量的不要有一些阻礙 接下來利用這邊的關節把這個東西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在順勢的這邊還有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轉成這個樣子 手稍微調整一下 這邊有一塊面板把它蓋起來 手把它往下放 然後後面這隻腿呢 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把它轉到上面去 隨便你愛怎麼轉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基本上一隻手也變形完成了 另外一邊我們再看一次這個東西要把它這樣子轉 轉到上面去然後再把它折下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要把它扣起來 然後手調整到正確的位置 這邊手把它放下來 這個面板把它蓋起來 後面這個腳把它旋轉180度再把它往上折 那它的一雙手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胸口這塊東西呢 這邊有一個卡扣要把它鬆開來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關節要把它旋轉180度 接下來把下面這兩塊東西把它翻出來外面 上面這兩塊呢把它折下去之後再把它打開來 那它的胸口就完成 頭就是收納在這個裡面 但是頭要翻出來之前要先把這個獅子這邊有一個卡扣這個卡扣鬆開 然後把這整個部件轉到它肩膀的這一側 把它移到旁邊去一點 這個時候才可以把這個頭翻出來 翻出來之後把它翻到底 然後利用這邊的關節把下面這個白色的部件旋轉180度 接著再把它往下放 頭擺上去 再把頭旋轉180度 然後在腰部呢這邊有兩塊東西要把它往外拉出來 它是類似一個滑軌把它拉到最外面 拉到最外面之後呢要把它往內翻 它躲開一些部件利用一點塑膠的韌性 這邊的設計我覺得也是比較危險的 操作的時候要務必小心一點 把這個東西利用一點塑膠的韌性 把它翻到上面來 這邊有點卡卡的 翻上來之後就可以把它的腰把它往下放 這個胸口把它往下放 然後在後面這邊有一個關節要把它弄直 這塊白色的東西就這樣子收到胸口的裡面 然後把這個胸口做一個折疊 旁邊這兩塊東西要把它推到最裡面 接著在這邊有兩個凸 對應紅色的部件這邊有兩個洞 把這個東西扣起來 然後就是尾部這個東西把它移到上面 這邊是一個雙關節把它移到上面來 接著利用這個關節把它轉過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扣進去 這卡扣扣歸扣但是扣不太緊 扣進去之後呢 再把這個尾巴轉到這個位置 它有多重關節轉到它肩膀的上面就對了 旁邊這個獅頭把它往這邊蓋下來 這一塊也是把它蓋下來 這個肩膀就這樣子順勢的把它放下來 旁邊這邊有些關節可以把它包的緊一點 那裡面這個獅頭就會隱藏起來 最後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這款Lio Convoy的變形過程 就這樣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型之後看起來非常非常帥氣喔 還原度也比獸型來的好上了許多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有我們大哥的一個樣子 嗯這個是大哥沒錯 那看到肩膀呢也是這款人物它的一個特色 尾巴是在這個地方頭則是變到這邊 那它人型載具的獅頭是不一樣的 人型的這個獅子頭呢看起來比較好吃 啊不對 人型的這個獅子頭是比較有機械感的 那在動畫之中呢這個東西它是可以旋轉像電風扇一樣喔 在這個形態之下一樣是可以的 上面的武器也是一樣可以翻出來 那這個嘴巴是可以稍微打開一點 下面這一塊你可以把它往下扳一點 嘴巴可以把它打開來一點喔 這樣噁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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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噁 這些位置也都是可以調整的 那看到胸口它這個倒三角的形狀看起來非常不錯喔 然後它兩邊的胸部是不一樣的 你一樣是可以把這邊給打開來的 玩弄它的胸部對它進行一個性騷擾 裡面這邊也有土裝以及細節刻畫 那手臂來說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東西一樣是可以把它翻出來的 比較奇怪的就是後面這個獅子的腿就直接擺在後面 那在動畫裡面它的確就是這樣子喔 所以它這個並不算是不還原喔 那看到下半身來說也是非常的修長喔 一雙美腿 人型之下小腿這邊有個機關可以把它翻出來 這類似噴射器吧飛行器之類的 那看到人物的後面呢看起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背後沒有任何的背包除了這兩隻腿以外 其餘的可以說收納的非常的乾淨 可動性方面 頭可以旋轉上下 那這個脖子也可以稍微拉出來一點 這邊你也可以把它往下翻所以它往下可以到達這個程度喔 可以利用這個關節 肩膀上面這個比較礙事你是可以把它移開啦 那這個360度就沒有問題 手臂平舉的話也是要把這個東西移開來會比較好一點 大概可以抬到這麼高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它這個很緊非常的緊喔 超緊的不太敢太用力 那它這個是一個雙關節 可以彎到大概這麼高吧 手腕的部份因為變形它可以往上往下它這邊有一個關節 然後大拇指可以單獨活動 食指也是可以單獨活動 各有一個指節 旋轉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看到腰部它有一個彎腰的關節有兩格 然後旋轉也是齒輪關節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非常高 往後的話大概是到這個幅度 往外可以到達劈腿的程度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是雙關節也可以彎到非常大的幅度 然後在下面這邊也可以旋轉這邊還有一個齒輪關節 腳掌的部份也是有一個接地的但是這個超級緊的轉不太動 那在人型之下呢無論是造型可動性表現的都是兩個型態裡面相對較優秀的 也礙於這個動畫原本的設定它的獸型跟人型有一個蠻大的轉變 像動畫裡面的獸型變到人型它這個臉是會改變的 這一點在玩具上也是有把它表現出來 把玩的時候我會建議就是胸口這個地方我知道有人斷掉 然後其餘的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至少我手上這一款是沒問題的 只是說你在玩的時候它會有一些碰撞掉漆的現象 這一點各位再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那它所附帶的武器跟一般的槍都是一樣的這邊是有兩個凸的 對應手掌有洞就直接給它督進去 拿上這個槍我也不知道還不還人 這個動畫我是沒有看 那要扣呢其實也扣的不是說很緊 嗯拿起來就像這個樣子喔不屌 這個東西呢也是可以讓它拿的喔你要這樣子拿或者是你要怎麼拿都可以啦這個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人型之下它也沒有收納的位置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這個小的獅王拿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看起來還是蠻可愛的喔 真的有一種爸爸帶著兒子的感覺 如果你有在收集這個獅王的話把它們全部擺在一起看起來也是蠻正點的 接下來再拿出我們的星星隊長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身高是這個獅王稍微高一點 那比例上我個人覺得看起來也是還蠻合適的 以這兩款來說我會覺得星星的這一款它眼睛可以發光有比較好一點 新的這個獅王呢就沒有這個燈光的效果了 這一款MP48 Lio Convoy 雖然說我對這個動畫一無所知 對這個角色也不是很熟悉 不過它是我們的大哥 再加上Masterpiece我是有在收集的 所以我還是把它買了回來納為我個人的收藏 那就玩具本身獅型表現的並不是那麼的優秀 人型則是這款玩具最大的亮點 有些比較脆弱的地方像是胸口稍微注意一下的話 其餘的來說還是算一款蠻不錯蠻值得收藏的玩具 那今天這款Lio Convoy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雜物 從世界上的星期 Cybert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